大家好,我是莉莉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 关于培养孩子动手能力的问题 我们做家长的都有一个愿望 就是希望自己的孩子既会读书又会生活 做一个动手能力强的人 可是也有很多家长抱怨说 我们家经济条件有限 没有钱给他买昂贵的玩具 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带他们到处旅游 怎样培养他们的动手能力呢 其实我们只要在生活中多留意 就会发现身边有很多不花钱 也能培养孩子动手能力的事情 比方说带孩子去体验田园生活 让孩子实地体验种菜的过程 从而激发他们的创造力和执行力 变得更加珍惜食物 有的家长说 我们家没有花园 哪有条件让孩子自己种菜 其实只要选对品种 有些菜用花盆也可以种 比方说小香葱 用水培的方法也可以种的 另外多带孩子到户外走走 有的社区也为孩子准备有免费的小菜园 现在我就带你们看看 我家附近的一个社区 为孩子们准备的一个小菜园吧 这个小菜园是由社区搭建的 原先这里是一片烂地 后来社区经过了整改 把它做成了一处景观 而且呢 也可以给孩子们种菜 一举两得 这是免费开放的 旁边是一片绿油油的草地 还有漂亮的运动场 附近还有一所小学 家长接送孩子放学的时候 可以顺便来这里玩 里面的小菜床里种的菜 都是参加社区活动的孩子们 亲手种的 他们从种子开始 一步一步真实体验整个种菜的过程 我们知道在种菜的过程中 会遇到各种困难 比方说 种子在播种的时候 要不要提前泡水 播种的间隔是多少 为什么有的种子不发芽 蔬菜瓜果在生长过程中 怎样合理的浇水 遇到红蜘蛛 牙虫怎么办 又怎样防止小松鼠 乌鸦来捣乱 这些问题都会强烈激发孩子的好奇心 让他们有一种主动探索 大自然的激情 自然而然地提升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培养正当的兴趣爱好 孩子们亲手播种 亲手种植 对自己的劳动一定非常珍惜 所以他们在种之前 一定会做大量的信息收集 并且互相交流讨论 一边种一边观察 在交流互动中 不断调整自己的种菜计划 这就是在培养大家的团队合作能力 在器具和装修上 尽量培养孩子利用废旧物品 这个茶几真有特色 培养孩子的动手能力 不一定要花很多钱 而是从生活的小事着手 悉心呵护孩子的好奇心 带领他们探索世界 感受劳动的快乐 谢谢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